哈囉大家好我是瑞士Elson 端午節也看到你是不是又在煩惱 今年端午節要吃什麼樣的肉粽呢 那身為一個專業的飯店開箱主持人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三間 分別的是均嶽精華跟福華飯店的熱銷肉粽 那我們一起來試試看吧 大家好我是Elson 在影片開始之前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們將提供更多優質的影片給你 讓你旅遊訂房不踩雷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們現在來試第一款是 均嶽的東坡肉粽 那我們從外觀來看 它其實很像家裡包的啦 但是有一點不一樣是家裡包通常會很古 因為你知道媽媽總是會塞到很滿 所以那個粽型都會感覺很密很緊 然後它的粽液也是比較淺色的 但是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是飯店肉粽的關係 它的這個麻繩我比印象中家裡的那種 那個繩子更粗 然後感覺比較有質感 因為家裡繩子都很細 然後可能都濕濕 你知道媽媽一整捆這樣外包都濕濕的 那我們外觀的話我覺得看得差不多 我們來打開看看裡面有哪些好料 哇這個 它味道很香耶 很香 喔 我覺得我吃肉粽 我不喜歡有一種肉粽是打開黏滿滿的葉子有沒有 然後一直舔一直舔 這個其實還好喔 很容易分離的 可以看到分離度蠻好的 喔 第一眼看到包含就是有香菇 然後花生 這個應該筍子吧還是蛋黃黃黃的 我現在吃一大口看看 好緊張喔 它花生很多耶 因為我其實蠻喜歡吃花生 因為它花生多然後有大顆 第一口吃下去 它香菇的嚼勁蠻夠的 因為其實 菌月來說的話 它肉粽其實真的是蠻有名的 其實歷年來都可以聽到 大家就說我要買菌月肉粽啊 然後有一種你知道高級的感覺 然後因為這次我們是東坡肉口味 所以一開始我會怕它會過油 可是目前第一口還好 我們來試試看 來吃一口看有什麼驚喜 東坡肉的部分 它的肥是有嚼勁的那種喔 因為如果是滷肉那種可能會一吃就化開 但是 冰肉粽還要蒸啊 幹嘛可能肉太軟了 那吃起來部分的話 可能口感沒那麼好 雖然我現在吃到它油 但咀嚼起來 是不會覺得它有膩的感覺 不會有膩的感覺 然後它在 糯米部分其實可以看到 是可能是比較偏是長的 跟圓的糯米混合的感覺 因為它不是每一個都是那麼長 所以它在口感上 其實不像鵝肉粽吃起來 這麼的平淡 它吃起來是有層次的 它的米在咀嚼上是有層次的 然後你真的要說料很豐富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料是給的 很有誠意 但是種類不多 因為就我現在吃起來 可能就是香菇 花生 然後蛋黃跟東坡肉 蛋黃其實算中等 沒有到非常非常大顆 來試一下它的蛋黃 我只要料滾動的蛋黃 蛋黃 少了一點點香氣 因為有蛋黃是 你老要去 反正蛋黃的香味就很明確 但我覺得它整體的視覺效果 是滿漂亮的 有沒有 但少了一點點香氣 我覺得有點可惜 認真吃 真的要吃到後面 因為我找到的例子 它有例子在裡面 一個好的肉粽啊 它就是 它每一個小配角看起來不簡單 其實它都會是主角 因為它只可以讓不同的 整個層次去堆疊出來 會讓你覺得這個肉粽很豐富 當然小孩 對這個肉粽來選擇的話 我覺得都會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是 它只要是安全牌的話 然後又要有高級質感 我覺得 均越色東波肉粽 其實我是蠻推薦的 我們就試看下一顆 那再來我們來試一下 精華的干貝八寶粽 我們要先從它外觀 因為我覺得粽葉它 其實我有時候不是很懂 因為有的粽葉就是綠綠的 然後像以前家裡的粽葉 都是深綠色 然後像這個是有點 有點金色的 卡其色這種感覺的粽葉 我是不知道差別在哪裡 或許它的香味應該是有差的 那這一顆是八寶粽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裡面到底有哪些寶在裡面 會不會黏呢 喔 不黏 這個應該是 魷魚 溜魚啦 溜魚 這顆是一個 很著重在口感上的一個肉粽 這其實由於小規小蛋 它口感 它咀嚼度是蠻夠的 這老人說你沒什麼可以喔 再來這是 這滷肉啦 這一定是滷肉 三沾肉 那厚不厲害 就是考驗在你入口那一瞬間會不會覺得 它化開了耶 它整個化開 而且它的油脂在嘴巴化開那個量是有考量到的 可能加上它的料多吧 它如果再多一點點的話我覺得我就沒辦法接受了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它油香 但你不會覺得它噁心 再來 花生 這花生比較小一些些 不像 有些花生比較大顆 它小歸小蛋 它的花生味蠻重的喔 出我意料 它雖然口感沒有這麼明確 但花生味更濃 我來試一下蝦米 這蝦米的味道真的很厲害 這麼小它味道就這麼的濃郁 而且我們剛剛已經吃到了 往外魷魚 然後有 肉肉 花生 還有蝦米 這樣就已經有 四樣了 那這個是 干貝八寶粽 所以我們吃過半了 那我們來試一下 我看到它的干貝 干貝目前看起來是半顆啦 半顆干貝 我覺得干貝很香啦 但是 它也是需要 特別的咀嚼 還可以感受到它的香味 干貝是第五寶 你看一看 再來就是有它的蛋黃 蛋黃的色澤很漂亮 然後 尺寸我覺得適中啦 也沒有算特別大顆 蛋黃是有香的喔 這個咬下去就可以感覺到 中間的蛋黃 很綿綿的感覺 然後 香氣算滿明顯的 東西算特別明顯 感覺是有 層次有質感的一個香味 這是第六寶 第一次應該是這個栗子 很完整的一顆栗子 而且 油公酸酸 來試一下 這栗子也是有 是屬於自己的一個味道 它是有特別 特別是調味過的栗子 有入味的喔 因為我原本 想說栗子 可能就是 蒸菇的栗子 其實都味道都一樣 它的栗子 就有額外的一份鹹香 所以八寶重 其實 口感上來說 它的 呃 層次非常非常的多 很堆疊 它可以讓你吃到 很多不同的咀嚼的香氣 咀嚼香氣 第八喔 應該就是這個 很明顯的 那就是香菇 它香菇比較消躲一點 比較消躲一點點 但大小我覺得倒還好 口味才重要 很驚豔耶 它的香菇 是juicy的耶 而且它這個汁 這個水潤桿 它裡面是 因為它整個調味過 它本身香菇 就可以當作一個主體 我覺得蠻厲害的 剛剛這樣子數完 總共真的是有八寶 它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那我們八寶數完 我們來試一下它的 主體它的米飯的部分 它整個肉 是比較黏的那一種 它真的是整個很Q的 比較可惜就是 目前我吃起來 我覺得它真的是 咀嚼機會過度旺盛 那我們再吃吃看下一顆 那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是福華飯店的 胡州粽 那其實它本身是有禮盒 但是因為太熱銷 我們沒有搶到 只搶到一顆 獲得一顆 胡州粽 那它的外型其實 就跟一般我們想像中的肉粽 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想像的是三角形的嘛 它是比較長形的 感覺就有點像是 包辣肉那種感覺 捆起來那種感覺 我們打開來看看 你看 哇 這個是福州粽 其實這種米我比較喜歡 它是比較濕潤的 它整個是比較濕潤的米 它在米上面都會有 有點酒的香氣 它本身的米的香氣 其實是很整體的 從裡到外的每一口 其實都有一點 醍醐的一種香味的感覺 現在我夾到一口肉 這個肉 肉筷子一夾就開了 就開了 紅潤有點像紅燒肉 肉味很香 它雖然有油脂 但是這個油脂 它已經完完全全的化掉 化在米飯裡面 所以剛提到米飯 它有提過香氣 然後現在就加上 它有油脂的一個香味 就不像有的肉粽 它會給你一個三斬碼 很明顯的 你一吃就 就覺得太油膩 這倒是不會 它吃起來是很滑潤 滑順的感覺 很滑順的一個口感 那我們現在 針對於 剛剛有試吃一些不一樣的款式 我們再做一個總結給大家囉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不同的肉粽 分別是 君越的東部肉粽 金華的干貝八寶粽 還有福華的胡州粽 那這些肉粽 問我第一印象的話呢 老少嫌疑的部分 應該就屬於 君越的東部肉粽 那如果是 內餡層次豐富的話 會是精華的干貝八寶粽 最質樸簡單的 就是福華的胡州粽 那這邊 我們也整理了 分別針對於米飯香氣 CP值 還有口感 甚至是內餡用料 去做一個表格在下面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五分是最高分 那目前統計第一名的話 是精華的干貝八寶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加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那雖然精華的干貝八寶粽 是第一名 但是建議如果是 牙口不好 或老人小孩的話 可以選擇 其他款會比較適合喔